上海争议最大的一条地铁线路 你知道是哪条吗 这条地铁周围 到底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呢 原来猫的世界是这个颜色的 一百多元可以吃到这么好的线业 你们信吗 只花一块钱承包你的吃喝玩乐 一块钱就可以吃到 价值一百五十万元的戒粉瞎人 好在上海榜定生活 大家好 我是钟亮 节目开始之前呢 大家先来看几张图片 你们肯定想象不到这些宛如电影大片的场景 其实是我们新开通没多久的地铁十五号线 没错 今年一月上海又新添了一条地铁十五号线 北至宝山区的故村公园站 南达闽航区的紫竹高新区站 途经闽航 徐慧 常宁 普陀 宝山 五大区 全程三十个站点可换乘的就有九条不同的线路 名副其实的上海地铁换乘王 今天我们就带你走一走这条上海最美地铁站 看看都有哪些值得打卡的好吃好玩的地方 乘坐十五号线告诉大家一个小攻略 就是尽量坐在车头或者车尾 十五号线也是上海的第一列 无人驾驶地铁 站在这里会有一种自己在驾驶地铁的感觉 也可以更好地观赏地铁的景观 第一站 亮亮带我们来到的是同川路站 到哪了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等你啊 十五号线这么好玩 怎么可能就我一个人玩呢 所以今天我也特意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也是要即将介绍给大家的新朋友 这边这边 这是我们的新进特曼园小杜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我是励志吃遍天下美食的小杜 吃遍天下美食对不对 资深吃货了 是的 那我今天要来考考你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同川路站对不对 这片呢是珍如地区 你知道珍如地区是吃什么的吗 你这个可以聊得难道我 之前特意问我在珍如的朋友们 做了一个小攻略 他们跟我讲说 来到珍如必吃羊肉 那要在珍如古镇上 推荐一家必吃的羊肉店 我们说了不算 得看当地人最爱去哪家 珍如镇志有记载 旧时每天凌晨三十半 农民上街泡茶馆 四十半许进羊肉馆 要上一叠羊肉 啄一二两白干 四后呢一叠羊肉汤面 急下甜头 而这说的那家羊肉馆 就是这家百年老店 珍如羊肉馆 而四后的那一点羊肉汤面 就是这碗红烧羊肉面 这个羊肉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它是用馅给层层包裹起来的 为什么要用馅来把这个肉包起来呢 因为它煮的时间非常非常久 为了让这个肉酥烂 为了让这个肉入味 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这样一个方法 就不要让这个羊肉给散了 怎么样 感觉味道怎么样 太好吃了 既有羊肉的香味 这种饱满浓郁的肉感 同时呢还有这个红烧的浓油赤酱的鲜咸味 我觉得太爱了 对的 而且主要的这个秘方 就在这个汤汁里面 每天用八九只整羊 熬十几个小时出来的老汤 肉都熬化了 熬的汤色洁白浓稠 我们下次贴出一品新款 就是这个羊肉馄饨 也是这个汤做的 羊肉馄饨 我之前从来没吃过羊肉馄饨 那你等会儿就来一碗 好像羊肉馄饨比较多了 没听说过 那既然他们家有新品 那这个兼具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保证了 亮亮这次居然打算 让新进特派员小杜 独自留在厨房间 来独立探访新品羊肉馄饨 背后的奥秘 我们淘汰特派员 最重要的这个本事 就是要探命美食 不知道我们今天 新来的特派员 能不能顺利呢 亮亮姐 快快快 选后我们新鲜 热气腾腾的羊肉馄饨 好香啊 羊肉馄饨确实是 第一次听说 羊肉馄饨 别说小杜了 就连我们资深特派员 亮亮都是第一次听说 好鲜好鲜好鲜啊 对啊 这个羊肉馄饨内向上呢 可以说是大有乾坤了 青子里面不仅有羊肉 而且有鱼 花鲨鱼 花鲨鱼比较嫩 加了鱼鲜嫩 对 加了鱼鲜嫩 它是鲜嫩的 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加的好 对 口感会变得更加的鲜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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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乘风破浪的夏天 因为到了夏天呢 这长风公园附近可以说是妥妥地游玩圣地 像长风公园我们可以赏花 还可以在清凉的湖面上划船 还有这长风海底世界啊 可以进行一个海底探险 这一站三号口出来 过一个马路就能到长风大跃城 提到长风大跃城 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网红地标 作为潮流时尚代名词的商场 网红美食啊 潮流店铺啥的 都喜欢扎堆大跃城 以前只能坐公交或者开车 现在地铁直接开到商场门口 不会吧 你说带我来玩带我来 使不会就逛商场吧 当然不是啊 我要带你去玩水上乐园 哦 这里啊 没错 长风大跃城夏日细水节来了 直接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可能接下去会带他一直来玩 防风防雨 防晒小孩子 这点是不错的 然后第二个呢 室内的话 它有那个相应的这个领域设施 然后也允许大人过来陪同一起玩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放心的 嗯 贴心的是 这里不仅有家长休息区 还设有更衣室 可以更换泳衣 游完后商场内还有共享领域 家长可以替小朋友及时清洁 并更换干净衣物 那这一位呢是我们陶醉的新京特派员 小智哥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智哥哥 也是新的特派员 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一起去逛吃逛吃哦 体验完欢乐无限的哈丘水世界 还可以到楼上的猫科动物展继续玩 猫科动物展 我最喜欢小猫猫了 喵 喵 小猫猫 你在哪里啊 你干吗呢 我们这儿不是来撸猫的 你来看看我们身后这么大的沙发 这么大的茶几 还有这么大的书本你见过吗 没见过呀 来 我来告诉你们啊 其实我们来这儿呢 就是以一个猫的视角 去观察一下猫的世界 在它们眼里沙发是什么样子的 茶几又是什么样子的 书本又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要让你来亲自体验一把 当猫咪的感觉哦 是这样吗 这里还提供模仿猫猫生活的各种道具 看到了吗 原来猫的世界是这个颜色的 哇 绿色的 哎 猫可不是这么上沙发的哦 这样啊 慢慢爬上去吧 哎呦 走点猫步 来吧 猫步 你太行 在放大版的客厅 我们可以转换成小猫咪视角 小朋友也可以在这里爬上爬下 敬享欢乐 十二个展区不仅有科普内容 还有多媒体环评打造出的趣味互动 野外遇到豹子怎么办 来一场赛跑看看能不能死里逃生 长峰公园站步行两分钟的长峰大玉城推荐玩乐 细水节 猫展 玩乐科普两不悟 很遗憾啊 小致哥哥一会儿还有事儿 所以不能跟着我们继续去逛了 不过呢 我这逛了一大圈儿 我就是肚子现在也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了 据我所知啊 在这个商场 网红餐厅还是很多的 如果你是带孩子来 以及你们一大家子来的话呢 嗯 我倒知道有一家餐厅 非常适合一家老小一起去吃哦 而且这个季节正好赶上了他们家的招牌菜 一年当中做的最好吃 买的最火热的时候 一起去吧 这个季节什么招牌菜最热卖 当然是六月黄了 超高性价比吃六月黄蟹宴 一定推荐长风大跃城四楼的这家蟹蟹 人气报道设置组都要排队等位 好吃到时刻都要舔碗底 看来今天必须带大家吃好喝好 既然说要吃好喝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 不是我说 这也太不客气了 这一顿我们设置组不报销 也要让你自己掏药包 哼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 我今天可是带着你们来 耗羊毛的 看我面前整满满一大桌 足够三个人吃的家庭套餐 平均每个人A下来只要一百多块钱 最后你的处理 就算家庭吃了 就算家庭套那一颗 调子 F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专门开设了一个房间做拆卸间 雇了有十几年经验的拆卸阿姨 每天从早上六点拆到晚上七点 新鲜程度可想而知 大厨啊那我其实想知道一下 你看我们这满满一桌三人的套餐的蟹宴 那里面总共用到了多少只蟹呀 三只 四只 五只 这道菜大概蟹粉虾仁要用到六只 这个也要用到一只多一点 那个小龙来也要用到三只的蟹 所以加起来 十五我算得对吗 而且每只都是二两规格的 这个规格市价都要四十元了 四百九十八元真的是薅羊毛 长风大跃城推荐餐厅谢谢 人居一百多带前家人吃高品质六月黄蟹宴 这一站呢我们到达的是十二号线的换乘点 桂林公园 这一站的地铁装饰啊 也是呼应了桂林公园这种 婉约淡然的一个江南风韵 赏完美景当然也要赏美食 推荐这家火靠民间菜 一号口出来步行三分钟就能到了 他们家的招牌鲜骨鱼用的是国家一级水源地 每日新鲜直送 自然生长的鲜骨鱼 眉毛就要给你鲜掉 还有这个不起眼的烤饼可是专门从静云请来的老师傅 手工现场烤制 选用的是绍兴梅干菜和黑毛猪肉做馅料 搭配高筋手工面 静云定制的木炭筒烤制 酥脆到极致 继续开动我们的15号线 亮亮带我们到了无中路站下车了 这一站的推荐餐厅就是这一家 开了17年的金毛传菜 曾被某美食网站评为 护上十大本邦馆子 很适合宴请和家庭聚会的一家店 本邦菜这个我做功课 那这家点菜就交给我吧 好的 那就交给你了 上海人都喜欢吃浓油吃酱 我们就先点一道糖醋小排 我觉得你确实做过功课了 点的都是上海人爱吃的菜 但是有一道他们家的招牌菜你没有点到 招牌菜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了 金牌花雕鸡 花雕鸡 这家店也是凭着这一道花雕鸡火了17年 靠着一道菜或17年 到底这花雕鸡藏着什么秘密 能经久不衰 这就得要派出我们两位特派员 前去搜集情报 首先 新晋特派员小杜 负责前厅的暗中探访 今天我们这一桌菜 您只能买一道菜最合您的胃口 花雕鸡不错 花雕鸡啊 每次必点 每次必点 基本每来必点 我们都会提前到 这是奔着它来的 对 那个酒味也能够让你就觉得正好 不会太冲 也不会说吃不到那个花雕鸡的味道 刚来的时候就是每登多汁 时刻们的反馈搜集完毕 接着我们资深特派员亮亮 负责潜入后厨 调查着花雕鸡的秘密配方 我们做这个鸡也是最早一家的 我们从05年 我们的总店 新华店 就开始做这道菜了 我们用的是自己的密质酱料 密质酱料 再加上我们的成年花雕 这是我们从那个绍兴酒产 定制的一家 绍兴的十年的花雕 它会加一些就是其他的原材料 然后去泡制这个花雕酒 它的那个酒 关键得到这个酒的浓稠度 你是在记录我们的密方吗 对 基本上已经记下来了 但你记下来的话也做不出来的 为什么 我们还有一个这盆料 这盆特制料 这盆料只能看了不能说了 其实闻不出来是什么 只知道很香很香 对 看来只有拿到你们家的这个密质酱料 才能做出你们家这个花雕鸡了 那是肯定的 做法上大厨说 他们首创不加一滴水 直接用陈年花雕和蜜质酱料上锅干蒸 才能将鸡肉的原汁原味全部保留封存 开盖的瞬间就相扑鼻 这一把是我在前厅搜集到的情报 我发现拿这个花雕鸡 真的是几乎是捉捉弊点了 他们作为回头客 要提前好几天前来预定呢 对对对对 这一点呢我在后厨也看到了 大厨也说 他们每天只限量40只 所以来这边吃花雕鸡的话 最好是要先预定 或者就是早点来了 太好吃了吧 这真的觉得好不夸张 我吃过这么多的花雕鸡 这个觉得是最好吃的 而且趁热吃的话 它这个酒香味很浓很浓 不仅肉很嫩 带有汁水 并且连皮都很好吃 因为我们都知道花雕 特别在夏天吃的话 如果放的这个量比较大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点发酸 他们家的完全不会耶 因为这个花雕的香味 已经和这个肉完美地 结合在一起了 感觉真的很新奇耶 无中路站推荐餐厅 金毛传菜 靠着秘制花雕鸡 火了17年的老店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了 陶在上海 大家一起来 我是钟亮 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好日子 好时代 我在上海 大家都在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弄到自己的面包 跑哪里找的 这个呢 只有碗饰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 尽心为你制作的 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 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火不就不能吃火 更正宗 这是上档式的传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 陶在上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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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